曾志偉和錢家樂等 擔任主持的綜藝節目 說你都不相信 第一集戰況非常激烈 最終由江美儀、張詩文 和波波、黃靖玲組成的列女隊勝出 緊接著第二集 就由森美、吳若熙 和麥美欣的森美旅行團隊來挑戰 畢竟森美 你們都有丁智朗這個臥底 混入在主持當中 無論如何都會有好處 丁丁我什麼底 對 他什麼都表露在臉上 他隱藏不了 我們之前玩的遊戲表演 他永遠都是輸的 最沒用的臥底 如果說臥底 最沒用的臥底 跑他就死定了 不過Jeannie也沒有 你也很瘋狂 是啊 因為我人生歷練少 年紀比較小 年紀比較年輕 但是你經常和人搞不和 可不可以說這些 不是 最出名的就是 我第一次加入新美旅行團 那誰就不和 我最不和就是左邊這個 所以我想要說瘋狂的事 而我們三個都是一般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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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和她 約了 約了 我們的對手 說美儀 美儀姐心不見底 你看看前輩 有什麼沒見過 有什麼沒做過 她心口已經見過很多東西了 是不是很深的 真的 心美平時就口齒伶俐 轉數又快 但是原來 有個人出現在她面前 她就會立即變成怕臭仔 這個人這次 還要是心美的對手 我第一次在 我記得那時候玩千奇百歲的時候 我看到美儀姐 千奇百歲 對 千奇百歲 是我的節目 我那時候是小的 她有拿獎的 不是發你才拿獎的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見到美儀姐 我只是心亂勃勃跳 我只是不懂得怎麼賺 我知道我賺什麼 我說美儀姐 她說這些鞋子很漂亮 你看她下面嗎 你不看她的樣子嗎 你很厲害 不敢抬頭看美儀姐 看她下面 你怎麼亂說話 我沒見過你怕臭 我們已經有弱點了 是啊 什麼弱點 叔叔看到美儀姐就脫脫了 是啊 糟了 大汗了 那時候我也曾經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們一起拍攝的時候 跟美儀姐吃過一頓飯 你忘記了嗎 是呀 是呀 你不在 那她有沒有面紅 沒有 她沒什麼 我不敢說話 她真的在隔壁台見到我們 然後又坐下 是啊 聽到森美豐自己當女神 而且預祖會輸 美儀姐立刻說 說你也不相信 至於贏出第一集的功臣 波波說一定是美儀姐了 說不說 說你也不相信 真的在演唱會的時候 她說 我心裡說你這麼包 你連真是大事都 我出來說她說 跟啊 跟不說 對 說你也不相信 昨天說的時候 我們真的想不到 蛤 真的不相信 那現在我們三個合得很好的 是啊 我們現在要很配合大家的人物性格 去表達一個故事出來 其實我覺得你猜不猜得對 是其次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訓練大家在 如何去說故事出來 去令到別人覺得 啊 都挺有畫面的 今天心理大哥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摸不清的 是的 有一點點摸不清 我覺得心理大哥是 怎樣的呢 他會不會做瘋狂事呢 那什麼應該比較容易看的